另外一個影響沒有總統大選的是一個重大的起訴案件 這是特別檢察官Smith Smith正式出手是在大法官之後 大法官解釋川普在他任內 他的任內是到2021年的1月20號之前 他是1月20號的時候才是拜登救治 1月19號之前通通都是他 所以1月6號他是否叫做攻擊Capital Hills 他是享有總統的職權 所以就有總統的豁免權 這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原來做出來的解釋 當時的解釋是6比3 完全是黨派形成的一個意見 也就是說他並不是一個令人服氣的判決 但無論如何他在憲法的時候 就享有至高無上的法律解釋權 結果這次特別檢察官 他原來對川普在1月6號攻擊國會這件事情 他的起訴書是45頁 他把它縮減成36頁 然後他起訴川普的時候 不在意他是總統身份起訴他 而是說他在扮演所有這件事件裡的角色 他是2022年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他雖然享有總統的職權上面的豁免權 可是當他在控訴選舉 他在叫所民眾 你們走過去Pansylvania大道 就是走過這個他們叫Pansylvania大道 就在那個廣場 那個Pansylvania大道一走過去 就是Capital Hills 當喊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並不是以總統的身份在喊這句話 他是以失敗的2020年大選候選人裡頭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表達這個意見 那這個是這一次這位起訴的特別檢察官 非常聰明的一個改變身份 結果人們認為這個案件是極有可能突破大法官 原來對於川普的保護 這是對川普來講一個重大的壞消息 將會影響他將來總統是否他可以選到底了 可是會不會在他選舉選的過程當中 這個議題不斷不斷被提出來以後 人們覺得你當選了 你也是要被起訴 你是個犯罪者 他某一個程度是會影響他這次的選舉 2021年1月6號 美國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美國眾院委員會在隔年年底公布調查報告 認定前總統川普必須面對 煽動致命暴亂的刑事指控 但美國最高法院在7月初 做出游利川普的歷史性裁決 判定總統在公務行為上 享有廣泛的刑事豁免權 對川普提起訴訟的特別檢察官史密斯 於是也有新動作 試圖重新啓動川普意圖 推翻大選結果的司法程序 在最高法院做出令各界 稱目結舍的裁決後 史密斯只有兩個選擇 新版起訴書從45頁鎖減成36頁 但仍指控川普犯下四項獨立的罪嫌 包括透過謊言和虛偽指控炸棄美國 陰謀阻撓官方程序 並剝奪美國人的投票權 史密斯在修訂版的起訴書中 並未提出新罪名 而是因應最高法院的裁決 做了調整 由於最高法院裁定 總統和司法不溝通屬於公務行為 這也是史密斯刪除的最大部分 新版起訴書也不再稱川普是時任總統 而聚焦於他是尋求連任的候選人 希望藉此撤掉高院的裁決 給予川普的防護罩 法律系教授麥克奎德 認為史密斯的修訂版是個好策略 不過針對川普當時對副總統盤死施壓 要求延緩大選結果認證程序 史密斯在修訂版中依然保留 當時報名甚至在國會外準備了行刑的腳架 麥克奎德教授指出 他可以理解為何史密斯把潘斯的部分保留 當若到頭來川普在國會暴動當天 和潘斯的罪話被認定為公務行為 麥克奎德認為也無大礙 如果四項關鍵罪行都成立 川普可能面對最高總共55年的刑期 這日內負責審理川普干預大選案的 華盛頓特區地方法官楚侃 將聆聽來自川普法律顧問 與史密斯司法團隊的意見 不過在11月5號總統大選前 案子進入實質審理的機會極為渺茫 川普的前律師泰科不表示 在陪審團宣稱他有罪之前 川普不會認真看待這起訴訟 但泰科不說這份起訴書很有利 面對史密斯的起訴 川普指控是檢察官干預大選 更吊詭的是 川普把史密斯對他的起訴 描述成對民主的攻擊 但到底是誰攻擊了民主 分裂在美國 不同建議可能答案也各自不同 於是